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我是Alice 以下為您介紹三則重要新聞 美國重啟中華民國大使館 向華強獲准赴臺探親 但因紅色背景不准定居 溫哥華市長宣布暫停與中共官員所有的會面 美國國務院4月9日公布了美台官方互動的最新指南 國務院的聲明說 新指南為美國行政部門明確闡明 如何有效執行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仍以《台灣關係法》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為指導 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表示 這些新的指導方針放寬了美國與台灣接觸的指導 將使美國官員能夠更自由地與台灣官員會面 對此 台灣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發表聲明 歡迎美國政府鼓勵美台雙方更為緊密的交往 並期待持續與美方共同推進長久的夥伴關係 一名美國官員告訴《金融時報》 新指南旨在鼓勵美國和台灣官員之間的互動 開啟過去雙邊會晤中不可能做的一些事宜 例如 美國官員可以在原中華民國大使館底 雙向員參加活動 但這位官員補充說 對具有象徵意義的雙向員會晤仍有一些限制 比如 不允許美國官員在台灣的重大節日出席雙向員的活動 美國國會2020年12月通過了《台灣保證法》 要求國務院在180天內審查美對台指南 上述新指南是在美、中、台三方關係緊張之際出台的 被認為是白宮遏制北京加劇侵略台灣的最新舉措 近期 中共頻繁派出軍機擾台 並出動航母編隊在台灣周邊海預言鏈 使台海緊張 局勢升溫 美國多名軍官警告 北京有短期內入侵台灣的威脅 美國擬聯合日本等盟友共同防衛台灣 在新指南公布前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3月31日 應邀在雙向員與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首次會面 蓬佩奧4月1日在推特上表示 他很高興與蕭美琴會面 在擔任國務卿期間 即便面對巨大壓力 他努力支持同為民主政體的台灣 他強調 美國與台灣同享自由、民主 與自由市場經濟等核心價值 蕭美琴在推特上回應說 很榮幸與蓬佩奧會面 台灣很感激蓬佩奧的友誼與支持 期待就美台長期友誼與夥伴關係 持續討論對話 蕭美琴還對媒體表示 他請蓬佩奧吃鳳梨酥、鳳梨蛋糕 與珍珠奶茶等台灣美食 希望將來有機會能邀請蓬佩奧訪問台灣 蓬佩奧對此也表示很樂意 向華強獲准赴台探親 但因紅色背景不准定居 香港影視巨頭向華強近日申請短期探親證 已經被台灣方面批准 向華強的妻子是台灣人 他可以赴台灣探親 一次可停留三個月 向華強此前曾申請定居台灣 因他有中共紅色背景被拒 向華強的妻子陳藍是台灣人 兒子向左的妻子是台灣名模郭碧婷 去年年底 向華強向左父子 曾在台灣申請依親居留 但被駁回 台灣內政部移民署2月25日宣布 向華強依親居留因國安理由被駁回 但沒有說明拒絕的具體理由 根據媒體報導 向華強曾為香港幫派新一安成員 向左是中共共青團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 父子倆都與中共有關聯 去年6月 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引發香港民眾和國際社會強烈反彈 但向華強與成龍等香港演藝界人士 卻發表聯合聲明 支持港版國安法 香港爆發反送中抗爭運動期間 向華強的妻子陳藍曾經在微博上發文 批評香港年輕人 她還支持港府強推進盟面法 支持打壓香港抗爭青年 向華強父子在台灣申請移民時 一度引起輿論嘩然 台北非政府組織與經濟民主聯合召集人 賴中強向媒體表示 向華強在影視界有一定的影響力 如果來到台灣發展 把中共政治審查那一套也搬過來 恐怕會造成台灣藝人全盤變質 令人擔憂 溫哥華市長宣布暫停與中共官員所有會面 中共因新疆問題報復性制裁 加拿大眾議員莊文浩等人 對此 莊文浩的好友溫哥華市市長甘乃迪 日前宣布暫停與所有中共官員的會面 以回應中共的霸凌行為 甘乃迪接受加拿大媒體的Tri-City News採訪時 批評中共對莊文浩的反制裁 不是外交手段 而是欺凌行為 3月22日 加拿大與美國 英國 歐盟 就新疆人權問題聯合制裁中共官員 中共對加拿大保守黨議員莊文浩等 共8名國際人權小組委員會成員 實施報復性制裁 加拿大朝野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另據加拿大媒體Vancour is Awesome 報導 甘乃迪表示自己對反中共政府並不是個人原因 而是出於對中共侵犯人權 以及非法囚禁兩位加拿大公民 斯帕沃和康明凱的不滿 甘乃迪還透露 他在大約4週前已經拒絕 中共駐加大使嚴培武的會面邀請 他強調說 在中共解決新疆維吾爾族人權問題 以及家中兩國之間的相關事項前 暫停參與所有中共官員的會面及對話 除非我得到其他建議 或在聯邦政府要求下 否則 我不會參加任何活動 溫哥華市是加拿大主要華人聚居地 吸引大量華人投資 溫哥華市長對中共態度罕見如此強硬 受到輿論關注 針對中共的報復性制裁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3月27日曾表示 中共的制裁攻擊了加拿大的民主價值 公開透明 言論自由 這項制裁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加拿大政府將會繼續與國際社會一同捍衛人權 3月28日 中共駐里約熱內盧總領事李陽 在推特上大罵特魯多是美國走狗 敗家子 對此 前加拿大駐北京外交官查爾斯伯頓表示 如果該貼文由中共駐加拿大的外交官發布 那他可能會因此被驅逐出境 加拿大外交部長馬克·加諾3月27日對媒體表示 中共的行為舉止就像校園裡欺負人的笑霸 只有對其強硬才會改變其態度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